你也太能写了吧 亏了三年前 我还替你跟赵建成谈判呢 你说什么 因为佩芳的事 三年前迪欧就拿到了佩芳 却没有生产 还赔了赵建成一大笔钱 否则 否则这三年迪欧 怎么会没有进展 你是说沈志泽 三年前就拿到了佩芳 但没有生产 还赔了兰真的损失 没错 我跟你说 三年前沈志泽 为了小雨的事 已经快疯了 为了你的事 连夜打电话让我去处理 她就是怕你受牵连 进监狱 到时候她会有罪恶的 我们的诚意 三年前就已经有了 这些话本来她不让我跟你说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知道 反正这话都已经说开了 我也经历了 我请不到你了 也希望你不要记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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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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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行啊 你不会是被我给打傻了吧 是不是我下手太壮了 我以前不是这样的 这些年 我一直神经紧绷 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出错 就像打剑道一样 你一点点小小的输屋 就会被对手利用 将你一击致命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告诉你啊 反正你在我心里 是一个最努力的人 不论是工作还是剑道 都比我强 可这不是我想要的 女人谁不想像猫一样地活着 可是这些年 我被利用 被支配 被训练成了老虎 一直为别人的错误去买单 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权利 你这是什么节奏啊 我怎么有点跟不上呢 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你赶紧跟我说说 怎么了到底 你是什么节奏 我想明白了 我许诺谁也不见 从现在起 我要为自己而活 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 wrapping up anut成功了 丞于什么 对 你带到你 盯紧不帮她 再跟我听 Просто 下去oe 一扣 许诺 你再跟我开玩笑吧 话想好了再说 事想好了再做 我想得很清楚 许诺 你说你这脾气 怎么那么随我呀 一点就着 有什么事不能沟通吗 不必了 许诺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是点吧 这个圈子只有这么大 你因为你现在翅膀硬了 你可以飞了 我告诉你 走出这个门 你什么都不是 我去哪儿 你就不必操心了 谢谢你的教导 也谢谢你三年来 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许诺 你脑子是不是被鱼提了 有谁会像我这么惯着你 你想走是吗 你今天就可以走 如果你踏出这个人 早晚你会哭着喊着回来 到时候就算是你跪在机场 求我都没用 赵总 三年来我跟着你确实成长了 可这三年是我人生中 本不应该经历的 现在有个机会让我从头再来 我说什么都不会放弃 你想辞职什么 你我会这么轻易的放弃怎么办 你我会这么轻易的放弃怎么办 三年前迪欧赔偿了你的损失 这事你一直瞒着我 三年来 我带着对兰真的愧疚和对你的感恩 我批了命的工作 就算我亏欠余 整整三年我也该还钱了 我再也不欠你的了 许诺你给我站住 你以为你今天早出这个门 一切可以重新开始是吗 你做梦 三年前没把你送进监狱 并不代表我以后不会 是 你都保证了 以后再见就是对手 是 老赵那边什么状况啊 怎么把郁秦林都给摔了 怎么 什么情况 为什么收拾东西啊 干吗呀 我辞职了 彻底自由了 辞职 为什么要辞职啊 你在这儿干了三年 好不容易熬出头了 干吗要辞职啊 再说这老赵虽然不是东西 但是他挺记住你的 你这个 你别嚷嚷 我还不想让大家知道 我等人事通知吧 停停停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昨天是不是已经都想好 要辞职的事 所以才说了那方法 你还是不是朋友 这么大的事 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再说了那你走了 那我怎么办啊 什么怎么办啊 打从进公司开始起 咱俩就没分开过 你现在走了 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有没有考虑过我的处境 我的前途 我的人生啊 来 来 过来 来来来来 干吗呀 坐 我走了正好给你疼了位置 你啊 立马升职加薪 行的 你什么时候还拿我开玩笑 真的 您想想啊 在兰真 还有谁比你更适合这个位置啊 这但凡老赵有一点脑子 他当然立马重用你啊 这 这 这 我好听 我有点晕哪 分别的感伤 加上上位的欣喜 融合在一起 晕是必然的 你 你 这动真格的了 嗯 你别 你干嘛 我舍不得你走 你别走 这装 装什么装啊 我在这儿哪有你的出头之日啊 这办公室以后就是你的了啊 该收的东西我也收拾好了 哦 对了 这个发财术 记得一周浇一次水是招财的 还有这颗孔雀你也得好好替我养着 我买的时候可贵 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啊 你干嘛呀 又不是生里死别 别一天傻了发气的 什么都往前冲 你昨天不是跟我说 想要过猫一样的生活吗 累自己好点 听见了吗 听见了吗 沈志泽 你怎么会在这里 是啊 三年了又见面了 还是这里 这个地方 可没给我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 有什么事吗 你现在还想挖我去迪欧吗 迪欧随时欢迎你 你就不怕我报三年前的仇 不怕我是赵天成的眼线 一旦我掌握了迪欧的核心资料 想毁掉迪欧可是分分钟的事情 我怕了 但是我也得试试 那就请你准备好我的办公室 我下周就来报道 好 对了 谢谢你帮我 再少晚 我也是恩怨分明的 好 老大 一早召唤我有何指示 当时楼民帮我隔壁办公室请出来 干吗 留个许诺 他下礼拜会来上班 他昨天才请我吃了个闭门羹 明水表是不来丢的 是不是你跟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八卦可耻 什么事 还有啊 通知妍妍召集在纸媒发布新闻稿 大意就说传奇经理人许诺加盟迪欧 迪欧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改变 网络上的新闻稿可以再浮夸一点 主要就是要拨眼球 你不会真打算这么做吧 同行挖角本是竞技啊 你还打算敲锣打鼓自主掀呀 我这么做 首先是要让许诺没有退路 其次我是要让那些持臂代购的代理商 知道 迪欧跟兰真对阵的形式已经改变了 还是你厉害啊 我明白了 下礼拜一 许诺到岗 那余曼妮怎么安排啊 余曼妮怎么了 你别忘了她现在还是营销总监 是国内业务第一把手啊 好 好 好